糖葫芦 这怎么卖的 都是五块 这种多少钱 五块钱两个 前面就到八大局了 看大家都是买的这种炒锅饼 炒锅饼确实是一个自博的特色美食 价格便宜实惠 在这边买的话 他们是有好多种口味 大盒的是十块 小盒的是六块 但是要在网上买 就产生一个快递费 因为毕竟来讲 他们在这边下卖的利润都很低了 很薄 讲究的就是一个便宜实惠好吃 所以 他们都是买了以后 就不承担快递费 你要是想邮寄的话 那么可以到门口有专门的快递 可以邮寄 看很多拉的箱子过来逛的 然后这样的快递费呢 可能就是很贵了 然后咱们那个橱窗里面 我也上了一下自博的这个炒锅饼 大家可以 如果是想品尝的 然后又没有时间来的 可以下一站品尝一下 就是 然后呢 是那个什么情况吗 你可以刚开始先少尝试一点 看看这炒锅饼 卖的很多 看上去也味道很好 是吧 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它这个炒锅饼是个大众口味的 有好几种口味 然后那个 如果是你自己在这边买了 要是往家里寄 加上快递费也是很贵的 植米饼 有的时候这边的小吃很多的 那个就是要是来选择也是 有个不好选择 看着这也想吃 那也想吃是吧 那个炒锅饼呢 它是长土运输嘛 路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碎的 这种现象发生 这都是正常的 因为炒锅饼它本身就是脆的嘛 你就是放在那里 在车上就是保护的再好 它也免不了来回的颠簸 是吧 它这一个炒锅饼呢 都是那个什么 都是那个烂盒的 它没有说 没有说多重 有一盒装好是多少钱 到处都是卖这种炒锅饼的 很多家 不过就是说 这个大家来三中自博 买的最多的也是炒锅饼的 看看它这边是炒锅饼 就是那种大型的饼 然后呢 油炸了 油炸了以后再炒 看这是人家新炒出来的 有麻辣味的 有烧烤味的 两个做吗 明年 二十一点可以看一下 来 帅个明年 长长小个面子 现在这个时间段了 感觉到这个人不多 卖那个甜酒的也很多 很多就是说 让免费品尝的 那个吃了好吃了再买 就是你不买也可以 如果是大家想尝试 这个炒锅饼的话 就到咱们厨厂里面 下一站尝试一下 那这个视频 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放